幼崽的声音会引来大量的天敌 人类幼崽出生后 最少有一年左右都在嚎哭 为什么人类却没有被大自然淘汰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动物世界中 长颈鹿 大象等被生下来后 虽然还不能独立补食 但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学会走路 几天就能逐渐适应环境 而且很少发出叫声 在这一点上 人类幼崽却恰恰相反 饿了要哭 冷了要哭 只要不舒服就要大哭 儿童为灵长类动物的猴子 虽然生下来也被妈妈抱在怀里 但是只要五天时间 它们就能下地行走 与它们相比 人类的适有能力似乎太弱了 实际上 无论是人类幼崽还是老虎幼崽 生下来能不能走路 都不影响它们单独遇到天敌 就会被吃掉的命运 因此 幼崽一生下来会不会走路 并不能算作进化优势 在叫声方面 养过猫狗就会发现 它们饿了也会叫 只是不会像人类婴儿那样 哭得很大声 但是要知道 猫狗在自然界属于烈士者 它们遇到的危险 比食草动物少很多 一般不用过于担心幼崽 被天敌杀死 实际上 一些独居捕食者 都有自己的领地 可以通过灵敏的嗅觉 搜寻周围是否存在天敌 如果有无法战胜的外来天敌 盯上了它们 那么动物父母 就会立刻叼着自己的幼崽 果断撤离到新的领地去 为了避免被天敌跟踪 稍大一些的幼崽 一般不会随意乱叫 最小的幼崽被妈妈叼在嘴里 会受到掐捏幼导的行为意志 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让幼崽基本不会有别的动作 这在搬家过程中 有利于帮助它们 脱开天敌的追踪 对于食肉动物的幼崽来说 生存最大的困难 从来不是天敌的侵扰 而是食物的来源 所以捕食者保留着 饿了就会叫的基因 以便于让父母能够及时喂食 人类的哭闹行为 也有同样的作用 但是原始人类的生存情况 比这些猛兽更为复杂 在大约500万年前 当猿猴成功进化为南方古猿 开始学着直立行走的时候 它们正面临着一种可怕猛兽的捕猎 这种动物就是猫科动物的祖先 恐猫 南方古猿与恐猫的关系 就像今天的猴子和花豹的关系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居生物部落 想要躲过恐猫的追踪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婴儿的哭闹和大叫 反而可以引来自己的父母和同族 作为加强警戒的号角 但就算这样 人类婴儿仍然需要至少五个月的时间 才会变得不那么爱哭闹 一年后才基本学会慢慢行走 而一年就足够很多动物学会独立生存 为什么人类的成长那么慢呢 实际上 人类经过400多万年的进化 逐渐学会了更好的直立行走 这一方面解决了我们的双手 进一步增大了我们的脑容量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盆骨变得更为狭窄 盆骨变窄使得生孩子十分困难 而脑容量增大 又使得新生儿从脑容量400毫升 发育至成年的1400毫升 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更长 应该说这一点对人类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稍有不慎 整个族群就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而这时产生的转折性事件是 人类在250万年前进入了石器时代 尤其是50万年前投掷武器的发明 让恐猫差点灭绝 人类自此以后逐渐摆脱了猛兽的威胁 到了5万年前 长矛等武器的发明 足以让人类捕猎任何猛兽 这一时期 人类已经能够从自然界获取足够多的食物 使得一部分老弱妇孺可以集体留在营地里 甚至分出一部分青壮年男性保卫家园 尿儿们也可以放声哭闹了 他们的哭声不一定能引来天敌 但一定能引来愿意为之拼命的覆没 和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同族 在自然界 羚羊的幼崽生下来就会奔跑 并且一直保持安静 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捕食 老虎的幼崽刚生下来不睁眼睛 而且会大声尖叫寻找母亲 是因为很少有动物敢捕食它们 而人类的幼崽敢于嚎啕大哭 半年之久 从本质上就已说明 在那个年代 根本没有生物敢去随便捕食人类的幼崽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